2024年是赵丽颖奠定王位的一年 最近赵丽颖在品牌活动中一六次上身 高奢中的高奢Elisabeth Elisabeth对于一般一线明星来说 也是很难借到的高定 而赵丽颖穿戴起来却和呼吸一样简单 仅仅只是在为一个普通家居品牌站台 就能轻松上身 而赵丽颖每次的出场 也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亮相 更是一场自我蜕变的逆风翻盘 2023年第28届白玉兰颁奖典礼上 赵丽颖第一次将Elisabeth高定穿到了红毯之上 2024年初第17届亚洲电影大奖 她又身穿一套流金的吊带长裙 领取了AFA新世代奖 作为首次获此殊荣的中国女演员登台 2024年上半年 赵丽颖凭借电影第20条 获得了第37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配角提名 2022年的风吹半下 和幸福到万家 这两部口碑佳作 直到现在 仍被各大主流媒体夸赞 央视六公主 更是抽出五分钟单独夸 肯定了赵丽颖 近十年的所有作品 认证赵丽颖 影视资源全面开花 非科班出身的赵丽颖 多年来凭借自己的努力 在电影电视剧领域全面开花 而六公主对赵丽颖的夸赞 可不止这一次 高度评价花千古 肯定赵丽颖 在第20条中的表现 力挺认证与凤行 魏东方神话剧 央视新闻发国家大事 更是用上了 与凤行避仓战歌 不知道的还以为六公主是 赵丽颖的亲戚呢 一部电影 一部电视剧和四场活动 赵丽颖就牢牢占据了 2024年上半年的热搜话题榜首 2023年 心力传媒的年度营收 相比2022年减少了3亿多 而2024年刚过半 心力传媒就凭借与凤行 重回行业之巅 与凤行开播 首日热度直接突破3万 是今年第一部单日破亿的剧集 还是在非暑假当播放 一举创下多项记录 仅仅播放三天 光是里面直入的广告 就高达431个 直接吊打了繁华 心力传媒投资3亿 赵丽颖就助心力传媒 赚了35亿 收视和广告赚翻 心力传媒和腾讯也赢麻了 与凤行完结 三月之九 仍能带动社会旅游经济发展 弘扬中国传统艺术文化 和东方神话魅力 甚至连备受观众期待的 长相思二都未能超越 与凤行首播热度 常委效应延续至今 与凤行拒播期间 审离同款汉服引爆市场 京东三月汉服成交额 增长300% 台设地理水仙都 成为2024年假期旅游热门地 这不仅仅是与凤行的效应 更是赵丽颖强大路人盘的体现 赵丽颖拥有如此恐怖如斯的商业价值 怪不得能让高冷的ES 将当季高定新品送到 除了赵丽颖 内宇很难再找到第二人 之后 除了万众瞩目的百花奖颁奖典礼 赵丽颖还有 在人间 乔妍的心事等 电影带播 也蛮生长的赵丽颖 还会带来怎样的惊喜 2024年 注定是赵丽颖大放异彩的一年 手握王牌 她的作品将席卷迎评 成为娱乐圈的焦点 赵丽颖作为一位实力派演员 她的演技一直备受认可 在2024年 她更是手握多部重量级作品 无论是古装剧 还是现代剧都备受期待 她的精湛演技 和出色的角色塑造能力 相信会再次让观众们为之倾倒 同时 她也成为了时尚界的宠儿 各大杂志封面 和时尚活动的邀约不断 2024年注定是赵丽颖 大杀四方的一年 她的作品将席卷迎评 让我们一起期待她的精彩表现 我们下期待